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假如你跟伊斯兰党谈恋爱 然后有一天你们突然分手了 那么你在伊斯兰党的眼里呢 一定就是一个渣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一起来看这一个新闻 哈迪阿旺昨天就表示 他看了首相在美国接受采访 针对LGBT的这一个群体呢 首相表示虽然马来西亚是禁止LGBT的 但是政府选择不打扰他们 哈迪阿旺看的这个新闻就非常的生气 他就讲这个就是为什么伊斯兰党 不要跟你们做朋友的原因 大家看了这个新闻 又联想刚刚我讲的渣男论 为什么有关系呢? 大家别急 你再看这个新闻 早在不久之前 一个月左右 哈迪阿旺就有声称 为什么当时候伊斯兰党选择离开明年呢? 他讲的原因是因为明年反对这个一刑法 所以他要退出这个明年 还没有完 大家再看这个新闻 哈迪阿旺曾经也讲过 当时候为什么会离开这个明年呢? 是因为火箭坚持要走世俗国的路线 所以呢 所以呢才导致违背了伊斯兰党的原则 因此他要退出 那大家看到没有? 为什么我讲你跟伊斯兰党分手过后 你注定是那一个渣男呢? 而且呢 这个伊斯兰党还会贪图说故事哦 就是只要呢 分手过后 但凡你做的什么东西啊 他感觉可以借题发挥的话 他都会讲 那你看之前为什么跟你分手 就是因为你这个不好 为什么跟你分手 就是因为你这个没有做到 总之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是追棒的 分手过后呢 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你的照片呢 都能够大骂你的这个 18代祖宗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了 所以有时候我跟这个伊斯兰党谈恋爱 不知道这个土团党 会不会感觉很辛苦呢 哈迪阿旺这一个旧情人 真的是但凡看到你过得好一点 他都不太开心的样子了 我觉得这个情况呢 是不应该要发生的了 这个对于马来西亚的整体政党 或者是政治的发展 没有一个好的帮助 相反的我们应该要跟谁学习呢 行动党的陆造福 大家听好 是行动党的陆造福 不是整个行动党啊 为什么 因为有些行动党的领袖呢 也是喜欢像哈迪阿旺这样 看这个旧情人呢 不太顺眼了 陆造福呢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很好的这个旧情人 只要你不咬他 他绝对不会反击你的 就算你咬他 他最多是讲难道你忘记了过去 你是怎么讲的吗 难道你忘记了过去我们美好的时光吗 我不要再骂你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了 陆造福是不是 大家都期待的这一个旧情人 当然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 有趣的一个论述 能让大家对于这个政治不要感到太无聊了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陈述政治新闻的话 欢迎留言 让我们知道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